一年一度的微博世界大会 总能掀起一阵娱乐风暴 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今年 这场盛会依然如约而至 据综热度人物明星榜的争夺尤为激烈 各家粉丝为了偶像摇旗呐喊 投票通道火热非凡 这份榜单 不仅仅是明星人气的一场较量 更像一面镜子 折射出当下娱乐圈的风云变幻 以及观众口味的微妙变化 有人气稳固 有人逆风翻盘 有人意外垫底 这份榜单可谓看点十足 其中 杨子作为唯一一位进入前十的女星 实力不容小觑 而肖战则紧随其后 再次印证了顶流的强大号召力 而往日人气火爆的王一博 此次成绩却让人唏嘘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杨子 这位从家喻户晓的童星 蜕变成如今炙手可热的当红花旦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超高的国民度 在演艺道路上稳扎稳打 一路高歌 今年 她更是凭借着《长相思2》和《成欢记》 两部热播剧 人气再度攀升 成功登顶女星榜首 在《长相思2》中 她将女主角的坚韧与柔情演绎的丝丝入扣 一颦一笑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让人不坚为之动容 而在《成欢记》中 她则挑战自我 演绎了一个内心复杂多变的角色 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 演技再次获得认可 杨子的成功 并非偶然 而是多年来不断努力的结果 她深知 作为一名演员 只有不断打磨演技 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 因此 她从不挑剧本 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用作品说话 用实力证明自己 除了作品之外 杨子的个人魅力也是她吸粉的重要原因 她性格活泼开朗 待人真诚友善 没有明星架子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与粉丝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展现出真实可爱的一面 与杨子的稳扎稳打不同 肖战的走红之路 则显得更加跌宕起伏 从初出茅庐的新人 到人气爆棚的顶流 再到经历风波后的沉淀 她始终保持初心 虽然今年肖战没有新剧播出 但她依然凭借着 在北京台春晚上的精彩表现 成功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获得了超高人气 舞台上的肖战 汪芒四射 魅力无限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粉丝的心 肖战的成功 离不开她自身的努力和坚持 她深知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 因此 她始终保持谦逊低调的态度 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 用实际行动回馈粉丝的喜爱 肖战也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 她的粉丝群体庞大且忠诚 他们积极为偶像应援打 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支持偶像 也为社会贡献力量 在第一阶段精英赛结束后 位列榜单第二名 李第一名赵一博 差了15瓦 而第三名的苏星号 李肖战整整差了将近500瓦 虽然以微小差距 遗憾没有拿到第一 但小飞侠们还是肯定 重地把出身的赵一博 以及他粉丝的奴隶 与杨子和肖战的高人气 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王一博此次的成绩 显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甚至让不少观众眼花 把牌在第一的赵一博 看成了王一博 作为近年来人气飙升的新生代偶像 王一博凭借着出众的外形和不俗的舞蹈实力 收获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今年王一博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 曝光度也随之下降 虽然他主演的电视剧追风者 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但与其他热门剧集相比 热度和影响力还是稍逊一筹 其实 无论是杨子的稳居榜首 还是肖战的紧随其后 亦或是王一博的意外垫底 这份榜单都只是娱乐圈顺心万变的一个缩影 他提醒着每一位艺人 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站稳脚跟 这份榜单 也让我们看到了流量与实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流量固然重要 它是明星获得关注度的重要指标 但流量并非万能 只有具备过硬的实力 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 杨子和肖战的成功 正是流量与实力艰巨的典范 他们不仅拥有超高的人气 更具备精湛的演技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用作品征服了观众 也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而王一博的此次垫底 也提醒着那些过度依赖流量的明星 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被眼前的虚幻景象所迷惑 只有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立于不败之地 微博世界大会的热度明星榜 每年都会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它不仅是一场人气比拼 更是一次行业盘点 折射出当下娱乐圈的发展趋势和观众的审美变化 对于明星而言 这份榜单既是荣誉 也是鞭策 它提醒着每一位艺人 要时刻保持初心 不断努力 才能不辜负粉丝的期待 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 除了上面聊到的三位 我们将目光投向榜单上的其他明星 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为娱乐圈增添了一抹亮色 但为 这位凭借着《长相思二》中 涂山景一角走红的青年演员 以其俊朗的外形和自然的演技 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他在剧中将角色的温柔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李杨子的对手戏更是火花四剑 让人印象深刻 黄子洪凡 这位从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新生大偶像 凭借着阳光帅气的外形和活泼开朗的性格 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今年 他积极参与综艺节目录制 在青春环游记 《大侦探》等节目中都有着亮眼表现 展现出不俗的综艺感 谭剑刺 这位实力派演员 凭借着在《长相思二》和《你好星期六》中的精彩表现 人气再度攀升 他在《长相思二》中饰演的香柳 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角色 他将角色的爱而不得 隐忍克制演绎的入目三分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也是拿下了影视角色的第一 而在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中 他则展现出幽默风趣的一面 与其他嘉宾互动自然 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笑点 诚意 这位凭借着仙侠剧流离走红的男演员 今年虽然没有新剧播出 但依然凭借着在湖南卫视 跨年晚会上的精彩表演 成功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人气居高不下 他俊朗的外形 扎实的演技 以及敬业的态度 都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 赵一博 苏星浩等作为新生代偶像的代表 他们青春洋溢 充满活力 凭借着出色的舞台表现力 和积极向上的形象 吸引了大批年轻粉丝的关注 前者更是超过了顶流中的顶流肖战 其实这不少赵一博自己一个人的快乐 而是十个擒天大家一起的快乐 在年度推荐精英赛活动中的综艺 和影视音乐这两项中 十个擒天录制的综艺《重地吧2》 和他们演唱的《后路门的夏》 也取得不错成绩 看了以后让人不得不说一句 这十个真诚的少年是真的好了起来 还记得当初《重地吧》 第一季开播的时候 他们开看直播干活 当时直播间的人寥寥无几 谁能想到这才过去没多久 他们已经获得了那么高的人气 不光在多个榜单登顶 线下还开了很多场演唱会 每场演唱会都作物虚席 十个少年在最艰辛的日子里 谁都没有放弃 一起相互扶持走到了现在 也算得上是苦尽甘来 他们的出现 为娱乐圈注入了新鲜血液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偶像产业的蓬勃发展 微博世界大会热度明星榜 不仅是一份明星人际榜单 更像是一个舞台 展现着中国娱乐产业的繁荣发展 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力量的崛起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这些优秀的演员和歌手们 会继续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为中国娱乐产业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感谢观看